同学们好,我是滕老师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要学到的最后一节新课 那也就是我们的数学广角这一个部分有关的鸡兔同龙 那在学习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 那么看一看谁的反应最快呢 那么第一个是一只兔子几张嘴,几只耳朵,几条腿 哎,大家我们老师呢,除了给大家这个问题以外,还配了这个图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哎,应该正确的就应该是一只小兔一张嘴,两只耳朵,四条腿 那再来看到第二个问题,应该是两只小兔两张嘴,四只耳朵,八条腿 那再来看到第三个,那是三只小兔三张嘴,六只耳朵,十二条腿 哎,你反应过来了吗? 那这也其实是与我们后面的知识有关的一个游戏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开始学习我们这一节课的基础同龙问题 其实呀,这个基础同龙问题呢,早在我们的一千五百年前呀,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在我古代的数学名著的《孙子算经》当中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些具体 那老师也进行了一个截图,那这样题目是怎样的呢? 就是,今有智兔同龙,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 那问智兔各几何,那到底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翻译,那就是说,龙子里有若干之鸡和兔 那如果是从上面数的话,是有三十五个头 那如果是从下面数的话,那是有九十四只脚 那问我们鸡和兔各有几只呢? 那你能够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发现呀,在这个问题当中,它的数字都比较大 那么我们不妨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先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入手 那这里呢,就有一个相对于简单的题目 龙子里有若干之鸡和兔 这你要注意的,这是两种动物鸡和兔 从上面数的呢,是有八个头,只有八个头 那也就表示这只有八只 那再来看,如果从下面数的话,我们是有二十六只脚 那鸡和兔各有几只呢? 像这样的题目呀,一般都是告诉你头和脚的数量 要你分别求出这两类动物的一个数量 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同学,两个同学 那进行了一个猜测,这个同学告诉我 应该只有三只兔,也有可能是五只鸡 那算出来的话,一共就是二十二只脚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同学的一个判断 我们说一只兔子应该是四只脚 那么三四一十二,我们说鸡的话 只有两只脚,五只鸡就是二五一十 那么根据这两个动物它的一个推算 它算出来总共只有二十二只脚 而我们说题目当中告诉我们的总共下面是有二十六只脚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同学的推测是错的 而另外一个同学呢,他说如果是有四只兔 四只鸡,那么一共是有二十四只脚 那么我们发现它的这个算出来的这个脚的数量 和我们题目的条件也是不符 所以呢,也是错的 那么有的同学呢,通过这样的推测啊 我们发现很多情况下都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那我们怎样能够又快又好的来计算出我们鸡和兔的支数呢 这里啊,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了第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的假设均例与列表的方法 我们先进行一个假设 哎,第一步呢,就是要我们逐一的进行一个列举 那我们假设这所有的动物啊 所有的动物全部都是鸡 哎,假设 那么进行一个全部都是鸡 我们说总共是有八个头 那么所以呢,总共应该就是有八只鸡 那么八只鸡的话 那么兔就应该是没有 那么一只鸡是有两条腿 那八只鸡就应该是16条腿 但是我们说题目当中是应该是有26只角的 那所以呢,我们发现第一种假设不成立 那再来看到第二个 那现在呢,我们依次往后面推 如果是八只鸡不合你的话 那我们开始逐一的进行一个列举 那么就是七 如果是七只鸡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总数 这两个动物的总数应该是不是有八只 那如果鸡是七只的话 那么我们的兔子是不是就应该是变成有一只了 那么我们要注意 这个鸡和兔的它们脚的数量 鸡是有七只 我们说鸡一只是有两只脚 而我们的兔呢,一只是有四只脚 那根据我们的推算呢 我们算出它的脚的数量是18只 那同样是不符合我们题目的要求 那不用着急 我们继续往后面推 那么分别推出呢 如果是有六只鸡 那么就是有两只兔 五只鸡的话就是有三只兔 那四只鸡就有四只兔 那如果是有三只鸡的话 就应该是有五只兔 那我们的数量列举出来了之后 再分别根据这个数据的一个分配 那么再计算出它的脚的数量 那么我们发现啊 列举了这六类情况 那么只有一类符合我们的这个标准 那就是我们当鸡是三只的时候 我们的兔有五只 那么这一类分配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啊 这动物的他们的脚刚好是有二十六只 是符合我们题目的这个要求 所以呀我们可以判断出 这个鸡应该是有三只 兔是有五只 那么这里要记住的一个啊 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说 在假设列举的当中呀 我们的数字应该是要 一定要有顺序的 不要去乱七八糟的去进行一个排列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分别是八七六五四三 是一次的来进行一个列举 那除了这样逐一的列举法以外呢 老师还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快捷的方法 也同样是列举法的一种 那么就是取中列举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取中列举法 就是这两种动物的数量是一样 那就是鸡是四只 兔也是四只 取中正中间 那么我们发现是只有24只脚 不符合我们题目的要求 那我们再在这一组数据的基础上 往后面列举 那么只有可能接下来就是鸡 就是三只 那么我们的兔就有五只 那么符合我们题目的一个条件 同样我们能够快速的列举出 我们的鸡是三只 兔是五只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只用了这两种 两次列举的方法 就把我们的正确答案求出来了 那我们注意 那这样呢 运用我们这种取中列举法呢 也是可以大大缩小我们的这一种范围 那这是我们的列举法 就是逐一的用数据 把它进行一个列举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是展现的更加的形象 大家也看得更清楚 那就是用我们画图凑整的方法 我们用画画的形式来展现 我们说题目当中 它告诉我们的是总共是有八个头 那我们就用八个圆圈表示八个头 那接下来八个头展示的出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表示的是我们脚的数量 那我们首先我不知道是兔有多少只 鸡有多少只 那我们就给这八个头上面 每一只上面只填两只脚 只填两只脚 也就是表示我们先假设一下 所有的这些动物啊都是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发现如果每一只动物 我都喂它填上了两只脚之后 却只用完了多少呀 16只脚 只用了16只脚 而我们说还多出来的这十只脚 我们怎么办呢 也就是表示我们剩下的其他的这十只脚 就应该是我们兔子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十只脚 多出来的十只脚 分别添加到我们原来的这个图形当中 那么根据刚刚的推算 我们分别是给前面的这几个图形 每一个图形当中加两只脚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要学会去进行区分 我们说鸡是两只脚 而我们兔子呢是四只脚 所以呢我们在把这个十进行分配的时候呀 应该是两个两个的进行分配 那我们可以发现 那第一个图形又加了两只 第二个图形又加了两只脚 那么依次我们可以看到 这十个进行的分配了之后呀 总共得出来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是四只脚的动物 那么也就是符合我们前面的条件 应该是兔子 而我们剩下来的这三个图形呢 它都只有两只脚 所以啊也就表示 这剩下来的都是我们鸡的数量 我们发现呀通过画图的方法 也能够计算出鸡和兔的数量 那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是我们画图的方法 那我们讲的 如果是一个数据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画图 是不是要画很多很多 那这样也会相对于浪费一些时间 而如果我们说 也可以运用列表的方法 那我们说如果数据给你是一百个头 那我们说如果去列举的话 是不是也要列举一百项呀 也可能会列举的花费的时间比较多 那还有没有更加简便的方法呢 那是这里给大家提供的 我们的第三种方法 就是假设法 用计算的形式来进行表示 首先我们来看 可以假设我们笼子里面全是鸡 这其实这个思路呀 是跟我们的列表法 和我们的画图法是一个思路的 只是它运用的形式不同 它是运用的计算 那我们说假设我们笼子里全是鸡的话 那么一只鸡是两只脚 那总共算出来八只鸡就应该是十六只脚 而我们说题目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二十六只脚 那我们就用二十六减去一十六 剩下的还有十只 这其实跟我们画图的第二步是一样 是一样 那这十只脚我们怎么办呢 再把这十只我们两只两只的进行一个分 为什么呀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因为兔子和鸡 它们的角数应该是相差两只的 那所以呢我们发现就把这个十 我平均如果是分成了这个平均再分的话 两个两个的分的话 最后我们算得的应该是五只 那这里一定要记住这个四减二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鸡和兔子它们角数的一个差距 一个差距我们说兔子有四只脚 鸡呢是两只脚 那多出来的这两只呢 我们就把这个十分里面有多少个二 那么就能够算出来有多少只兔子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我们这个算出来算出来是兔子的数量 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是把这个十再进行一个添加 那么添加到的这个物体呀 就是我们角数比较多的我们的兔子的数量 那么兔子求出来是五只 而我们讲了这个笼子当中总共是只有八个头 对不对 那么总共是八只 那么现在兔子是有五只 我们就用总数量减去我们兔子的数量 最后就剩下我们鸡的数量 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算出来 兔有五只鸡呢是三只 那再来看 我们除了这个假设我们全是鸡以外呀 还有一种方法是全部都假设成兔子 那我们说这里要注意的是兔子呢 一只兔子是有四只脚 那我们说四八三十二 而我们说题目当中只告诉我们总共是有二十六只脚 那我们把它们相差的这个脚的数量求出来 那么就是六只 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多出来的这六只 我们就相对于去减少 那就用六除以我们鸡和兔的一个数量 我们发现这个鸡最后算出来 应该是只有三只 那么鸡算出来了 再用我们总的数量 八减去鸡的数量减去三 那么最后我们求出兔子呢 应该是有五只 那么现在呢 根据我们这个基础同龙的这个问题啊 老师给大家列举了三种方法 第一个是逐一列表法 还有一个是画图的促整法 以及我们的第三种假设法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应该是我们的第三种方法 因为如果是某遇到题目 它的数据比较大的时候呀 我们用计算的方法应该是最快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到啊 进行三个题目的一个练习 那么第一小题 龟和鹤共有二十个头 那么五十四只脚 要问我们龟鹤各有多少只呢 在这里呢 老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应该是假设法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假设全是鹤 而我们知道一只鹤呢 是两只脚 那我们先算出二十只鹤的话 总共应该是四十只脚 而我们题目当中 告诉我们的是有五十四只脚的话 那我们就用五十四减去四十 是等于一十四只 也就是我们还差了这十四只脚 那么这十四只脚 我们怎么办呢 哎我们知道 这个龟和鹤 它们之间的脚的支数差距是二 那我们就是用一十四 再除以它们之间的差距 最后求出来的是七只 一定要注意 我们用一十四除以这个差距 它们相差的这两只 那么最后求出来的应该是我们龟的数量 因为我们说龟应该是有四只脚 最后算出来 求出来应该是有七只龟 那么龟的数量求出来了 我们就用总数减去龟的数量 用二十减去七 那么应该就等于一十三只 那么要记住最后作答 那么在作答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弄错了 那么一定最好呢 在做应用题的时候 像老师这样做出一个标记 那么你这个算是 所求的是哪一个动物 哪一个动物的数量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那其实呢 这一个我们的龟和的问题啊 龟和算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来自日本 那这个日本所讲的这个龟和算 其实啊 也就是源自我们中国的 这一个 这个基础同龙的问题 那这是大家要有所了解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练习 那这里呢 我们发现题目当中 告诉我们的不是动物 而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 那是一辆自行车有两个轮子 那一辆三轮车呢 是有三个轮子 那车棚里放着自行车 和三轮车共十辆 要数一数 我们车轮呢 共有26个 那要你求我们自行车和三轮车 各有多少辆呢 那其实呀 这是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龟和问题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基础同龙 也相同 那我们讲的说 自行车是有两个轮子 大家可以想象成这是两只脚 而我们说三轮车呢 是有三个轮子 也可以想象成是有三只脚 那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方法 我们第一步同样是进行一个假设 那么假设大家 我告诉大家推荐的就是 先假设我们数量少的那个部分 那如果是假设全部都是自行车的话 那么一辆自行车是只有两个轮子 那么我们说这里总共是有十辆 那么就有两个十 那么再来看二乘一十 那就等于二十个轮子 而我们题目当中讲的是总共有二十六个轮子的 那也就是说还差了六个轮子 那六个轮子怎么办呢 我们就替补到我们这一个三轮车里面 那我们如果用画图的方法 可以看到第一步呢 先可以画出这十个 这十个头 那么可以想象成 那下面每一个加上两只脚 那么这就就是我们的自行车 那第二步呢 我们算出这个差距有六 应该还差了 还差了有六个轮子 那么这六个轮子呢 我们就替补到前面的这一个 我们的自行车当中 我们分别加上这六个 每一个图形当中加一 那么一二三四五六 那我们发现到现在为止呢 是三个轮子的 就应该总共是有六个 是有六个 也就是我们说三轮车的 应该就是有六辆 那我们怎样通过计算来实现呢 我们就是用六去除以一 那么注意了 这个一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是自行车和三轮车 它们轮子的一个相差的数量 或者是三减去二 那么这里老师就进了一个省略 就用六除以一 那么最后算出来的是六辆 那三轮车的数量求出来了 我们就用总数 总共是十辆 那么十辆减去六辆 那么最后呢 我们求出自行车的数量 应该是等于四辆 那要记住最后做答 那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的每一个步骤 其实都是相同的 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基础同龙 第一步都是假设 第二步求出他们之间的一个数量差 再进行一个相处 进行一个相处 那根据我们老师总结的方法 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三个问题 那这里呢 又是租船问题的 我们看到 现在呢 全班呀 是一共是有38个人 那一共是租了8条船 那每条船都坐满了 那大小船是各租了几条 那而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当中呀 它告诉你的 大船呢 是每一条船只能乘6人 而小船呢 是乘4人 那大家也可以不妨要 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内容 支持点进行一个连贯 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是一个六只脚的一个动物 那么这里也可以想象成 一个四只脚的动物 都把它想象成 与我们前面基础同龙 相类型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说 第一步 按照前面的方法 同样是进行假设 那我们先假设 数量小的那一个 全部假设都是小船 那么总共是租了8条船 那么一条小船 是只能坐4个人 那么4832 那所以呢 我们最后算出来 只有32个人 而我们前面讲过了 全班呢 只有38个人 也就是离我们 原来的这个数字呢 还相差了 一部分 那就是相差的 有我们的6个人 那这6个人怎么办呢 同样我们要把这个6 分配到我们前面的 这个大船当中去 分配到大船当中 那么一定要注意 我们说大船与小船之间的差距 应该是两人 因为我们就是用6减去4 那我们就是用剩下来的 这一个6人 那么去除以 他们之间的一个差距 我们的这两个人 就看这个6 里面有多少个2 就是有多少条 这样的大船 这是要注意的 我们在除以这个数的时候 就是除以 这两个物体 之间的一个差距 那最后算出来 我们的大船呢 是三条 那么再用总数 减去大船的数量 就是用8减去3 最后呢 是等于5条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那么在算的时候 在前面一定要标好 我们你这个算是 所算的是哪一类 事物的一个数量 那最后再进行一个做答 进行一个做答 那么到这里呢 老师列举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问题 那么其实这三类不同类型的 都是我们在解决的方法的时候 也都是一样 并且老师呢 都给大家推荐的是 我们这个假设法 这样呢 大家在算起来的时候 是会更加的简便 更加的快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希望呢 大家在课后呢 也可以多做一些 关于我们 这个基础同龙的问题的一个练习 好 下堂课再见